狄天林回应 但是没必要这样道德审判我,狄天林狄天林转发微博,回应白臭脸床伴,他写道,团队发来铁子给我看,他希望带T恤刀去买的时候两位女生一身衣浅色衣服,在现场问了我两遍,第一遍我表示不合影,第二遍,我正在发信息,对方来问有时间没有,抬头冲身色衣服说现在没时间,低头继续发。 并没有不抬头,我不是卖笑的,可以不喜欢我,但是没必要这样道德审判我,好好的一天心情变得很差,据悉,10月8日,有网友在日本偶遇狄天林,网友要求合影,狄天林没有答应,随后网上就付出狄天林百臭脸传闻。